大家好 我是彭启明 在以前呢 没有电脑 也没有气象科学之前 到底我们怎么预报天气呢 各位想想 诸葛亮是不是掐指一算 或是说我们妈祖 寡飞 事实上都不是的 他们当时呢 是透过观察这个天气的现象 就可以来预测基本的天气 我这边举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卷云 像这个棉花样的这个卷云 这个云呢 非常的高 代表是大气非常的稳定 那这个时候呢 代表天气非常的好 第二种呢 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卷积云 卷积云它代表呢 是开始有一点这个榆状 代表天气呢 可能要有一点小改变了 这个需要稍微注意了 那还有一种呢 在台湾常常看到 就是叫做积雨云 那这个呢 从这个地面上开始积起来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天空呢 有开始各种各样的样式 非常的漂亮 又有阳光 甚至有时候下的雨 又有彩虹 这种雨呢 就要特别注意 这种雨呢 一定要特别留意 可能呢 外出就会被雨淋到 天气呢 可能会变得很剧烈 那在台湾呢 有时候也会看到 几种的天气现象 例如说 各位常常看到的雾 那雾有好几种 辐射雾啊 或是平流雾 那雾呢 有时候也会跟埋在一起 有雾的时候 通常是天气是比较稳定的 在春天很容易发生 那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又会搭配大气稳定 有时候又有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呢 可以叫做霾 那这个霾呢 代表很多的微粒 而雾跟霾有时候看起来很像 但是仔细来看的话 是不大一样的 那雾跟霾呢 有时候就会合在一起 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不管是交通 或是让我们环境品质 都会很糟糕的一个天气 那有时候呢 当这个台风快来的时候 由于台风的下沉气流 会让这个悬浮微粒 明显的变少很多 所以非常的干净 然后这个时候 太阳呢 经过这个水气的折射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这种火烧云 那火烧云呢 事实上看起来很漂亮 不过呢 告诉大家天气呢 可能就要有一点变化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 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大气现象 仔细地观察 你可以交给旁边的朋友知道 也可以交给小朋友知道 想要知道我如何 从这些科学的知识 从一位气象人员 转化到创业 开创一个气象经济新南海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新书 天有可测风云 彭启明的资料经济 与科学创业之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打资料 一下子的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料